我的底线就是不会发生关系 我是不可能会出卖自己的身体 我女儿需要去试试一下吗 未试到你留 几位不试定 一定搞定 预防迷样12888元捐款 铁正曝光 曾格尔约炮附伤 脸好肿 我所有的登山都是确实爬上去的 只有奴隶没有横空出石 登山女神曾格尔这位拥有12座 8000公尺高山等顶记录 却被取消只剩11座的台湾之光 除了超越全人类的跑法遭到质疑 背后金竹的超能力风波也不小 因为她被控为了拉170万元赞助 约炮一婚诚信负伤 而诚信负伤也在声名任了 无疑是一轮亲密有了定房之约 在三个行馆与曾小姐一起泡汤 却是有肢体上的亲密接触 顽固一婚人夫人夫之身份 结果这两个加起来 100多岁的男女儿 二成我女儿 男的根本就没有钱 要捐助她170万名义 想要来骗财骗色 再来砍杀曾格尔 我爱你吗 你去爆汤吗 我先去拍她的照片 接过一下 我要离婚吗 眼片类这位人夫的证供不好惹 公关女强人月启如 晒出双方暧昧对话截图 以及不断索取170万元的音档 提告曾格尔情害配偶权 并求偿200万元 所以那1704 你也是可以帮我的吗 月启如也证实了 我没有拿到所谓的170万赞助 这就是明记其实的假新闻 可是那天我们要去三二元 你 你 你觉得 你觉得得 你要再我去吗 还是 在这里讯息的前文 传的是这个餐厅的新彩色 后面才是腰瘀 因为只是XXX去洗碗奔 还就没有要跟她住 晚上吃完饭后 就离开了 连房间都没有进去 关于月启如 拥有这些截图 还有录音的对话记录 可以证明我 掉入一个 仙人跳的诈骗世界 我从来都不知道 成功XXX有婚姻关系 再怎么样 我的底线就是 不会发生关系 我是不可能会出卖自己的身体的 不过啊 迎人瞎想的是这段对话 人父说 昨晚没丰富 记得没幼稚哦 曾格尔还提醒对方 要删这个讯息哦 对于外界质疑 曾格尔称 因为那天喝了混酒 对话里的药 值得是胃药 结果啊 这个连动力活着都骗不过 不领情的网友说 谁为了会隔天吃啊 可能把家民吞进去了 陈奕泽评论 顶到位的 第一时间马上就质问 希望他赶快自己去处理好 自己的事情 也希望跟他撇清关系 所以我当然急忙的跟 把讯息删掉 他说我们连手都没有牵过 现在又在法院说 我去摸他 然后今天又发声明稿说 有发生亲密行为 其实这就是一个 很明显的阴谋 要符合台湾的法律 侵害配偶权的要素 郑公月启如对此表示 整天消耗社会资源的骚动 满延一整天 别再扯些人跳了 我真的没有缺200万 判决胜诉的赔偿金 我会全数捐出 郑永杰 玉芳等一些媒体 有失利的人 在网络上同时发动攻击 曾格尔也点名 玉芳下庭真功 找不到有什么汇款记录 然后玉芳也炸锅了 我真的很冤 我捐钱给他 让他去爬枕头山 然后他还说我欺负他 好一只白眼狼 请媒体不要再说 他是女神了 他的头衔是捍卫战士 麻烦你退钱给我 玉芳老公也特地 调除汇款记录 警告已经涉及伪造文书 银行可以告 我早就告诉大家没有发生关系 没有发生关系 我的底线就是不会发生关系 我是不可能会出卖自己的身体 我女儿需要去深色相吗 曾格尔对她会有兴趣吗 你们在争笑